第三集 寻找解药 屯宝 快把尾巴从我脸上拿开 屯宝 快想想办法 大家别慌 屯宝 我有办法 滑出来了 大家闭上眼睛 总算得救了 这是什么呀 好恶心 屯宝 这是 就是液体肥皂 好美好美的泡泡 我顶 我顶 别玩了 快想想办法找到滚虫群的位置 屯宝 联系海归博士 海归博士肯定知道滚虫群位置 我叫海归博士 我叫海归博士 孩子们 你们还好吧 海归博士 我爸妈怎么样了 嗯 还在昏迷中 你们要尽快带回解药啊 博士 您知道滚虫群的位置吗 我快把解药放到滚虫群里了 滚虫群 还好 我已经请求了一位帮手 让他来帮助你们 帮手 自动发展系统已经把你们的定位发给他了 孩子们 注意安全 拜拜 波多 谁会是帮手 嗯 一会帮手到了 自然就知道了 疼怕 疼怕 先让我玩一会儿游戏吧 不行 北儿 我们现在可不是玩耍的时间 小气的疼怕 人家不开心了 小虫 人家去找好玩什么又是我 东西 我也要 小虫 别着急 等帮手来了 我们立刻去找解药 我一想到爸爸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的 小虫 爸爸不会有事的 谢谢你们 我的好朋友 这套剪刀布 我赢了 我又赢了 可言的鸡巨蟹 每次都出钱的 能怪我吗 这不欺负鸡巨蟹吗 不玩了 什么吗 不好玩 驾 驾 驾 他们就在前面 驾 驾 有人来了 波多 是帮手来了吗 我只听到驾车的声音 就立刻来通知大家了 驾 驾 要看马大叔 我知道帮手是谁了 我也知道 你们说什么呀 百变章鱼 没想到帮手就是你呀 正是在下 海马大叔 谢谢你载我一程 小时一桩 记得下次教我便身 任务达成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百变章鱼 你知道管虫群的位置 当年我陪同罗筐一起去的 只是没想到 他是去藏海者族的解药 那地方在深海边缘 到处都是巨大的管虫 周围不时还有黑烟冒出来 深海边缘 那很危险 附近还有海底漩涡 海底漩涡 太可怕了 我读管虫到底是什么呀 海龟博士 管虫究竟是什么 管虫是一种大型动物 可长到一至三米 上端是红色的肉头 下端是直直的 白色矿物质管子 它们没有嘴 也没有消化系统 那它们吃什么呀 管虫在幼小的时候 让细菌进入体内 等它们长大 就靠居住在体内的共生细菌 来提供能量 而生活在管虫周围的下河线 则靠管虫的红色顶端为食 它们生活在深海的火山口 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 哇 真是太神奇了 今天的百科全书 就解释到这里 我还第一次知道管虫的知识 白边章鱼 快带我们去吧 那条路我记得可清楚了 听我指挥 不会有危险 快靠近深海了 大家一定要听我指挥 哦 它们的样子好好笑 嘿嘿 这里这么安静 哪有什么危险 小心驶得万年船 深海附近有危险 好美的贝壳 真想搬到我房间 水灵 太强了 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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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了 非常害羞 水灵 你们在这里要听我的指挥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了 好了 可怜的贝儿 吓坏了吧 对不起 独角吞跑 谢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 说什么谢啊 我们可是好朋友 对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们也是人家的好朋友 大家快来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 咱们快走 等等我 这也太壮观了 解药藏在哪儿了 这个解药肯定就在这里 我亲眼看见鲁筐藏这儿的 那放在哪个冠虫里了 它们长得都一样 谁记得住 鲁筐说他把装解药的试管 藏在了像钢琴剑的冠虫群里 是黑白相见的冠虫 好 那我们两人一族分头寻找 我就一个人 好吧 好吧 一个人也挺好 我和小丑负责搜查东边区域 波渡和颜负责南边区域 独角北儿负责西边区域 白边章鱼 北边区域就交给你了 知道了 不是说听我指挥吗 冠虫太多了 找不到那两个冠虫 不要再找了 眼睛要下了 我还要继续 先休息下了 人家眼泪坏了 来休息一下 到底藏在哪里呢 我真笨 怎么忘了神奇小飞艇 神奇小飞艇 这就是神奇小飞艇 我们可以操控它 来寻找那两个管虫 太棒了 放不下了 啊 啊 隻 выпол 你早该把神奇小飞艇拿出来了 对不起 我的朋友 我忘记了 这个怎么操控呢 快教教我 右边控制前后 左边控制油门加速 非常简单一上手 你试试 人家也想玩吗 好 北安 独角可不是在玩 我看看 爪子拿开 左边 我看左边 妈妈 爸爸眼睛在动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 爸爸 你终于醒了 孩子他爸 你可算没事了 爸爸抱 谁能告诉我 我出傻事了 倒霉蛋 你也太蠢了 竟然敢嘲笑我罗宽大王 妈妈快来救我